松岭社区发展协会为祝贺九九重阳节 特地邀请社区内65岁以上老人家 在活动中心前的空地搭棚子 办理重阳敬老活动 现场好像在办喜宴一样热闹滚滚 菜色非常丰富 少不了猪脚面线 县议员罗美玲、陈汉立、尤洪达及赖院雪 都到场祝福老人家们 各个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活动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有歌唱卡拉OK歌唱 还有歌舞班他们也来这边做表演 跟所有的老长辈来同居一堂 在这里我也祝福所有老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与 老人家一直为家庭社会奉献付出 陈汉立议员表达了心里的感谢 感谢老人家长期以来照顾子女 那人家讲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像这样子的社区活动呢 让这些老人家出来走一走 大家互相联谊 拉燕雪议员希望老人家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也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有宏达议员肯定松林社区发展协会及松山松博两村村长的用心 尤其照顾老人家无微不至 9点开始报导 报导领两粒收头 扮这个 京老餐 30 我们扮34度 总共有300块的 这场敬老活动在卡拉OK助兴下 每位老人家围在圆桌吃饭 共同享用者敬老餐 场面热闹气氛温馨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导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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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